大家好 我是營動音樂的Tony Sir 今天很想介紹一個7 chord和園 最近在教琴的過程中 或是一直以來跟敬拜隊的C琴或C結他交換過程中 我發現很多時候我們很不懂得自由地去彈奏或者敬拜 所以今天我剛才彈奏都跟大家分享一個我平時做的事情 就是你看到我其實不是放著抱在我面前的 放了一個牌叫做夢想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一個夢想 就是你能夠很自由地彈奏一些和緣 旋律一些歌 未必一定是彈得最好聽或最複雜 但你能夠很自由的 不需要用譜規限了你 你可以隨著你感動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是用這個方法去作歌 所以在這個系列的教學片 無論是琴也好結他也好 可以跟你分享怎樣能夠突破自己 不需要看那麼多譜 看到一些和緣我們很怕的 今天很想講一個7 chord和緣 很多時候用了很多的時間去數這個7 chord 其實有一個簡單的辦法跟你分享 以致你可以善用這個7 chord 在你的伴奏當中 好了 那我們由一個G7 chord去做起 因為網友跟我說7 chord就是1357 G7 這個是G7 chord 我們通常很少這樣彈 可能我們用這個會這樣彈 可能我們會這樣彈 雙手這樣 答對了一半 1 3 5 這個不是第七一音 因為我們如果我們彈G鍵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 它的第七一音應該是Sharp F-Sharp 所以呢 我們很多時候第一樣會拌亂 就是把G7和另一個 chord 叫做Gmaj7拌亂 因為G7其實不是一個maj7 chord 它是一個dominant的7 chord 我們彈一些叫做m7 例如我們彈一個叫做am7 這個am7其實是這個 所以它是1 3 5 7fet 那這個7fet 如何數比較快 我發現很多朋友 它是由下面數上來的 譬如剛才我們說 G chord G7 那數到最後就數個7 其實很慢的 我們可以反轉 由1那裏數下去 1 向左數兩格 兩個半音 這個就是7fet 所以am7 我不是彈這個a G 這個就是am7 dm7 em7 甚至其他的m7 送多一個秘訣給大家 你會發現到 其實am7 是左手彈A做bass 其實右手彈的 是C chord dm7 左手是d 右手f e em7 左手是e 右手是g 右手 他有一個6m7 等於1 com 1cord on base 一這個關係 你可以看看 螢幕束出來的關係 剛才網友給了一個提示 我也可以和大家分享 其實G7 很特別 如果你用C key G7 其實是5的7 5的Dom7 就會發現 它的組成音是5 72 4 這就是所有5 chord 的特別 你可以找一找,譬如 G key 它的D7,即D7 就是它的5,7,2,和4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